好,那我们进行完的这个第一阶段 Java Basic的这个题目的解析 在这里帮大家总结一下 回想一下这第一堂它大部分内容 就是你如果初学者 第一次接触我们什么叫变数的生命周期 Java Class的架构 Man Master很重要 Man Master Cloud很多 它的标准不是说写个Man就可以 它细节 以及在Combin 9的RUN的方式 这个JBSC 以及这个所谓的Camsol这个ID的界面 为什么要Import不同package 然后无件导向的关联 Java的等等等等 以及这个要知道的版本的问题 简单讲JDK JRE 要注意JDK JRE 这是第一堂Java Basic基本的架构观念 在第二堂课的内容来讲 就下一堂课 那这边先简介一下 那最主要的就是 其实所有的大学任何程式员 很重要的Data Type的观念 这所有的题目 第二堂会考这部分 就是重点整理这部分 那到底Data Type会有关哪些 就是我们的变数来讲话 再次强调 Java的变数来讲 所谓的宣告跟初始化 这里是两码之事情 宣告不太好出现 关键是初始化 然后初始化的时候呢 所谓的这个Data Type 该转型就是转型 等到两边 这个是Data Type要注意的 以及 所有的物件跟一般的变数 它的区别在哪 物件 然后再来 当我们定义好之后 Java的整个架构 那个Field区 我怎么去透过Object 读取它 或是修改它 单独Field区的部分 不加封装哦 还没有封装哦 以及 物件也有它的生命周期 反正所谓生命周期来讲的话 我们是看它是受到谁的影响 那个Block 括号 好 然后很重要的 Rap 类别的用法 布林啊 Double 当然有一堆 大家上课的时候 叫Rap 类别 什么叫Rap 类别 好 这是下一个单元 第二堂题目 所要问的问题 那你们整理一下